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我是观众朋友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您乖 讲到健康 夏天这一个果王木瓜最健康 那在我桌上琳琅满目 在台湾很多时候 我们买得到台农二号 有的时候还买得到日生木瓜 那这个季节呢 是吃木瓜的好季节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 那说木瓜是地球上营养 第一名最厉害的水果 木瓜传统上我们都知道 它有木瓜酵素 它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很多分解 相关的蛋白质 可是你知道吗 木瓜除了营养密度高 竟然还有防癌跟抗氧化的 一大堆养生好功能 那这个季节的木瓜 怎么挑怎么样健康生活来应用呢 待会健康好生活 都要依依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洪永祥医生 你们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是生活好朋友洪素卿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今天的木瓜达人 木瓜好朋友吴瑞宗大哥 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这个南京妹 也热爱吃木瓜的杨宇妮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养生料理好朋友 秋香姐姐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厨房料理好朋友 亮蒙师傅 大家好 好 我先问一下苏琪 这个木瓜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 说它们是水果类营养第一名 到底它哪里在强 强在哪里第一名 是 为什么它会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它一度是 它认为水果里面营养最好的呢 其实主要是 第一个 它其实水分含量很高之外 你会发现我们刚才提到一个东西 叫木瓜酵素 木瓜酵素其实就是一种蛋白质的成分 一般来讲在水果里面 其实蛋白质的含量是相对的少的 可是你要知道木瓜其实就拿来 现在已经食品工业拿来 给它制造嫩精的成分 所以第一 它是少见里面含有蛋白质含量 并没有非常低的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它维他命A的含量非常的高 在木瓜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一天你只要吃到200公克 几乎就可以给你 一天所需要的维他命A 维他命A为什么对于民众很重要呢 因为维他命A对于我们的眼睛很重要 所以包括你的夜盲症 包括你的肝炎症都可以有帮助 那甚至大家看它的颜色就知道 它的β胡萝卜素含量非常的丰富 β胡萝卜素对女生来讲也非常重要 因为它抗氧化 所以你从营养学来看 我们看这个树青笔一下 下面那张图板 维生素A维生素C都比较丰富 然后呢 它的钙啊 钾啊 铁啊 也都是相对丰富的营养的水果 对 以钾来讲 大家都知道钾最有名的是香蕉 要跟它比真的很难 可是如果你看一下它跟其他人来比 跟柳丁啊 跟凤梨跟苹果来比 你就知道它的钾含量真的是很高 第二个部分就是 你可以看苹果也觉得 维他命C很多 流程也觉得维他命C很多 可是他们的维他命C都跟它不能比 对不对 那最重要就是要跟大家看 就是维他命A这个部分 对 有没有根本远远超过 所以为什么WHO会觉得它很重要 它很营养 就是因为它真的相对之下 A也有 C也有 E也有 B也有 然后你刚才的钾都有 所以对现代人来说 真的是一个非常营养的水果 洪医师 它不只是营养很丰富 实际上它真的有防癌抗癌的效果 木瓜里面有一个东西 大家叫木瓜酵素 那木瓜酵素其实在工业上 食品营养学上都用来做一个嫩肉筋 为什么嫩肉筋 它可以分解蛋白质 那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 它不只分解蛋白质 它包括一些脂肪淀粉也可以分解 更奇妙的是它分解 比如说我们胃酸 很多这一类的酵素 一旦到胃酸 在那种非常酸性的环境 它就没办法分解 它在酸性中性碱性都可以分解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 可以帮助我们消化 第二个大家就想 它既然可以分解蛋白质 可不可以用来杀癌细胞 美国佛罗尼达大学的一些教授 跟日本 他们就做这样的一个研究 后来发现 它的确可以杀某一类的癌细胞 像一些胰腺癌肺癌肝癌 子宫颈癌 而且它就类似我们讲做化疗 化学一些毒性 可是它有一个很神奇 它只杀癌细胞 它不会杀你的坏细胞 那它就不会错杀好了 所以马来西亚的一个癌症专家 他就说 它在酵素里面杀癌细胞 还算是 这个木瓜酵素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那我先反过来讲 那换句话说 癌症病人其实也可以吃 是可以 因为我是觉得 你如果说摄取一些 很多会杀癌的东西 通常会杀掉 我们讲不管放射治疗 化学治疗 它会联好的坏的细胞一起杀死 那我们讲说 它本来就是一个很营养的东西 然后又好消化 我们讲说做放疗的病人 做化疗的病人 事实上是可以补充 这些木瓜酵素的 那木瓜这么棒 我们瑞宗大哥 肃清跟这个邱翔杰宇 你要出来分享 瑞宗大哥今天可厉害了 这个我们每次在超级市场看到 都是手上这种台农二号 对 它今天带一个 这个 简直就是西瓜来的 这个超赞 木瓜中的巨无霸 请问这是什么品种 为什么从没看过 这是城堡 这是最近比较新的品种 对 它是台农十号 也就是说 它是二号的亲戚一直演变 那一般我们常见的 就是这种台农二号 这种是比较刚刚好 就是你小家庭 吃自己比较刚好 那这种 所以城堡台农十号的话 它比较常做加工 为什么 因为它的 因为肉多 对 肉多 那当然相对风味 也稍微有差异 所以它有什么 有那个什么 它颜色比较属于橙色 对 就叫城堡 对 它肉稍微硬一点点 但口感也是还不错的 所以通常这么大颗的 不是拿来吃的居多 它做加工的居多 它肉也比较黄 大家来吃吃看城堡有多宝 真的 因为城堡 它的这个肉的颜色 也是有一点点橙色 那台农二号是我们常常在 超级市场都会买得到的 对 对 那我就切一个来看看好了 所以城堡就不是 拉拉让你吃的 真的吗 没有 可是还是甜 还是甜的 只是它靠外皮的地方比较硬 其实是糖尿病的水果 它没有那么甜 它没有那么甜 然后它纤维感觉就比较高 纤维比较多 OK啦 还是好吃的 还是好吃的 我们可以说切开来看看 颜色就是比较属于那个 橙色 橙色 比较浅 没有那么红 对 没那么红 那它的纸的话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它做加工 你看到相对它的肉是 肉是比较厚的 然后我们来做什么 比如说木瓜酵素 或木瓜牛奶 其实现在很多农会来做加工 对 那瑞宗大哥我们先放下来城堡 另外你要分享一下 市面上最常买到的是台农二号 超级市场最多 然后台湾人最多的品种 都是吃这一个品种 那像我先讲一个 如果说观众朋友要选 一样的品种对不对 记得你可能选稍微绿一点的 为什么 因为你说我黄的比较昂的 比较昂的 比较昂的 事实上切开来两个颜色 几乎差不多 那事实上如果说买绿色的话 你可以多放两三贴 因为木瓜是一个 因为它本身营养够蛋白质高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 很容易腐败的水果 你看一下 它本身如果说你去买的话 它已经有生糖出来了 代表这一颗有够甜 好好吃 因为我们的进口很好吃 一颗颗粒有像砂糖 而且像二砂 这个是它天生的生糖的糖分 不是你把它粘上 附上二砂 很妙 真的 我还以为只有冰花会长 对不对 木瓜会长糖 它不是坏掉 很多妈妈说 这不是 而且代表这一颗本身甜度够 可是相对的 你要尽早食用 不然这个就可惜了 那我们一样切开来 我切绿的很多人说 绿的是不是切开 是刚刚肺不熟的 其实很熟 好 我们切切开 不过我觉得有的时候 甜分很高的木瓜 或者比较软烂熟度太高了 你打木瓜牛奶或果汁也很棒 我觉得大家不要浪费台湾水果 它真的就是比较红肉的 它真的比较红肉 来 木瓜船 木瓜船 小时候这样子挖木瓜船就很high 其实这样子吃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现在的木瓜酵素含量最高的 你太熟 很多太熟 其实木瓜酵素反而降低了 反而是这种 有点硬 又不会太硬 口感 是这样子入口即化 对 这个瓜的香味好香 它就比刚才这个胖子 就是 好香 对 所以说这个就很适合来做什么 直接食用 或者是说我们来做个果汁做果酱 其实都很方便 都可以 如果同样是台龙二号 你就要分享一下 比较差的 就有品质上的差异 其实像观众朋友在选购的时候 净可能不要选购 像这个可能就被果蝉叮到 叮到之后 还没多久 这个更有两天而已 它就开瓶了 它也变成这样 会变成开瓶了 为什么 因为它很会感染一些霉菌 自身细菌 所以你可能尽可能不要选掉那一种 比如说已经有白白的 这个有发霉的 还有地头 来看一下 有 它地头有霉 有白霉 像正常的话 这里就有白白的 你看我们刚刚新鲜的是不是 这里就很漂亮 你看 差很多 所以地头要干净漂亮 干净漂亮 这个就有白霉 这个白的代表已经发霉 那里面发霉 其实里面可以使用 你可能做什么 打木瓜牛奶 或者是说你把它做成果酱都可以 但是像你这种样子 你再过两天 真的 就变这样子 所以现在在市面上 非常容易会买到这个东西 因为它本身就是木瓜是很娇嫩的 那以前早期还没有改良的那个品种 那个皮都是比较薄 可是那时候木瓜是非常的多汁 然后香甜 可是因为不好保存 从南部一栽到台北 通通挂掉 所以买的人就要靠了 所以后来他们就是会 卖了一些比较深的就栽下来 那像这样子 因为它比较脆 所以看不出来 像这个你买回去 你还被放得软 它就变臭 我都说它是 臭桃 对 臭桃 好那刚刚既然讲到保存 通常像这样子一颗买回家 这个我们有报纸 瑞松大哥要教一下 木瓜其实是不用冰的水果吗 我建议 因为你冰的话反而会受炒 受炒之后会生水之后 它很快就坏掉 最好的方式是绿绿的就包起来 对 然后包起来 一定要包吗 包起来是怕烤到 很多人以为说其实木瓜它 我不建议放冰箱 放冰箱你可能拿出来 它就已经可能就已经坏掉了 对 所以包起来之后呢 事实上我们是破 它可能是放在墙角 墙角 怕烤到 然后最好的方法还是赶快食用 那如果说真的觉得很多很多 没办法食用的话 你可以把它做成果酱也可以 或把它打成果汁也可以 对 那除了台龙二号 另外日升这个品种 就长得比较椭圆 没有那么瘦长 对 这个就是我比较推崇的 其实 因为它价格稍微贵一点点 可是它也很亲民 这个如果一台金可能在市场 可能是40块50块 那台龙的话可能35块 但是可以切一看 这个肉它更厚 然后皮更薄 但是它的味道更棒 这比较好吃 真的好吃 辣椒的 然后火肉还Q弹 所以日升是长得像 省电灯泡这一款 比较圆 其实光切就知道说 我这样光切就觉得 软嫩 很顺 对 而且你会发现 刚刚我们那个台龙 它变压一点绿绿 对 你看 好漂亮 好漂亮 非常漂亮 这叫红透木瓜 而且它的纸也比较黑 对 木瓜纸比较黑 就是比较熟的 颜色比较黑 这个比较灰 这个纸的颜色有色彩 那它背叹胡萝卜素 也会比较多吗 对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 现在我们在挖这个纸 给大家一个知识 其实木瓜纸 以前中医做药用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在 现代的科学里面发现 木瓜纸里面 有含一个特殊的东西 叫液流氢酸籍类的化合物 简单说 一流氢酸类 听不到 你连以前我们在讲 含硫化合物 每次讲十字花科 讲什么萝卜硫素 就是这款东西 就是说它是一个抗癌的化合物 这么厉害 而且他们发现 现代发现木瓜纸里面 含油脂的量 可能比葡萄纸还高 所以他们现在有考虑 进一步 发现可能类似保健食品 就是那种木瓜纸油 那我可能是人家 弄葡萄纸油 对 那我们直接吃 因为我在挖的时候 我都会把那些 虚虚的留下来 这个虚你会留 对 其实像我 如果碰到小孩子 他把那个虚虚 通通挖下来 我就会骂他 其实这样虚虚也是蛮 对 这个真的好柔软 是不是 对 虚小命买 白跑跑 而且它水份多 很多 它那个挖上去的质感 像他蜜瓜 对 所以水分很多 就是并到像他的蜜瓜 它这甜度也是很高 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 这个好 这个 Tail 内脂 而且它水分含量真的很高 是啊 但是它有缺点 因为它本身 比较不耐虫害 所以很容易就是 比如说虫腾到 整个爆消掉 所以它的种植成本 其实差不多 只要运送成本 还有种植成本 相对就提升很多 你看它已经生糖出来了 对 所以也是熟了 这个要赶快吃 所以这个吃是最好的 是 然后整个口感也最棒的 好 那瑞宗大哥 来介绍一个新年发的品种 叫龙种 这吃起来就很厉害 感觉是要进城王位的 感觉是要进贡的 没有拿到那个皇帝那边说 这个龙种就是刚刚我们 八百里加吉 其实它是原生种去改良的 是真本土的瓶颈 真的喔 所以它的皮更薄 所以如果说不小心 它很快就怎么知道吗 就破皮 所以我发现它的缺点就是 万一没有运送保存好 破皮就坏得快 对 对 所以你在吃饭后来吃这个甜汤 刚好可以帮助它吸收 所以对你的眼睛是好的 大家切记 如果说你有糖尿病 或说你想减重的 要吃冰深糖指数的水 像我们的木瓜就是 它那种子你看满满了 难怪这样龙种 对 其实这是原生种去改良的 所以这个是主要本土 那它现在改良之后呢 它就比日生更什么 更耐虫害 也比较容易随着那个储存 但是它皮还是比较薄 所以通常这样的品质 它到了市场 因为扣到 卖相不好 通常价格也相对的 比较卖不高 可是这个来说 听说它的酵素含量是比较高的 真的喔 你让甜 它的龙种的脂好难挖喔 还要用好大的力气 要保护它的种子 要用好大的力气 才可以把它刮清 它要传统接代 它的生命力跟传统接代力 可能会比较强 没有 这个是还没有可以说的 这个还没有很熟 这个是比较深的 可能它再放两三点比较好 但是它果肉你看一下 也是非常的丰厚 相对比较厚实 对 我觉得日生喔 日生像这个哈密瓜口感 对 这个就好 那难怪你说品质好 那价格比较高一点 而且日生的品种 可能没有台农二号普遍 没有普遍 因为种的比较少 因为它本身不耐虫害 而且它皮较薄 相对的消费者会选择比较重 还是选择这种比较少十块的 好 那再来 瑞丹大哥来介绍一下 那是什么啦 这放起来喔 这就是青木瓜 这很像人头对不对 对 其实这青木瓜 它下述含量坦白感是最高的 只是我们一般在吃的时候 还是会把它做料理 然后做成比如说凉拌啊 一般很少很少 直接来食用 除了凉拌之外 否则就是炖什么排骨啦 煮鱼汤 对 煮鱼汤 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含量也是很高的 好 我们剖它看看 这个就是青木瓜嘛 有的时候我们吃泰国沙拉 也会有这种青木瓜 有一些人青木瓜也是炖排骨汤炖什么 每个政治丰胸秘方 都觉得要拿青木瓜来炖汤吧 可是你知道吗 我遍寻找很久了 就想说到底有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 显示青木瓜可以丰胸呢 虽然部分曾经认为说 它有什么类似什么植物齐秘书 但是真的没有 所以它重点来讲 如果从中医的理论 他们觉得青木瓜如果能丰胸 最主要是因为它 因为古代认为青木瓜 对于有一些胃炎 或者整个消化的问题的人来讲 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它是因为调养脾胃之后 你想古人如果你吃得不好 当然发育得不好 因为当时营养缺乏 如果你的脾胃好 吸收好 自然就会长得好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原因是这样间接地 让大家觉得说 青木瓜好像能丰满 好 那这个青木瓜 瑞仲大哥就分享 有一些吃法 基本上很多元其中一个吃法是 把它腌制这个百香果架 对 把它刨成片状之后 加点百香果 如果没有百香果 其实你加那个什么 加柠檬也可以 百香果跟柠檬加在一起就很好吃 但是还是要加一点糖 来 香香姐姐吃吃看 那我现在用所谓的切片 是比较有口感的 吃起来比较嚼劲 但是对于年长的爸爸妈妈 可能吃起来比较负担 所以你得把它切成这种一丝一丝 一丝一丝的 对 一丝一丝 其实它更好 如果说今天可能时间来不及的话 你用刨成这种丝状是最快的 那放冰箱 好 这个比较入味 对 比较入味 那一样的时间 这是都三个小时前做的 一样的时间呢 切成丝状是比较入味 但是如果说保存久一点 可能想说家庭做多一点 平常才能吃的话 其实切成薄片 它的口感是可以保存比较久的 这个就比较像那个青木瓜沙拉的做法 因为我们都忘了刨湿 这样比较容易有味道 好 现在瑞宗大哥 谢谢 好 接下来 你们要分享一个木瓜银耳甜汤 对 我叫它美颜木瓜银耳甜汤 真的 听说你很爱吃木瓜 我非常爱 而且我在来台湾之前 我小时候从来没吃过木瓜 所以你是在台湾第一次吃到木瓜 对 然后我本来就很不喜欢 要一直嚼的水果 可是木瓜刚好就是那种又甜 又入口即化 跟西瓜可以媲美 所以我最爱的两样水果 就是西瓜和木瓜 而且我减肥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减肥餐 就是那种玉米片 然后加牛奶 再加木瓜 木瓜会有饱足感 对 这就是我的减肥餐 那有时候在家里 你知道买好多颗木瓜 每天这样吃也会腻 所以你就会想着办法变花样 而且你知道木瓜小朋友爱吃 对 可是当它吃到那种不是非常甜的 他们都很聪明都吃两口 他们就说他们不要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说 那个木瓜你不是很甜 你硬把它吃掉 其实也很勉强自己 就想到说 放一点银耳啊 红枣啊 枸杞啊 什么的又变成我们妈妈的美颜汤了 所以要分享一个木瓜银耳羹 非常好煮 怎么做 就是买白木耳 然后把它泡开之后 把它后面的尾巴都剪掉 然后把白木耳剪成一小朵一小朵 我建议如果你想要吃比较滑嫩的口感 那木耳就稍微多泡一下 把它泡开 然后呢 家里有红枣啊 枸杞啊 都准备 然后呢 准备一点冰糖 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们把水 其实水 大概看你自己的比例 你想要喝浓一点 或者是想要汤多一点 那我们就把白木耳放在汤里 而且现在新鲜的白木耳比较容易煮开嘛 对 新鲜很快 对 新鲜又泡过的话 更容易煮开 对 那这个夏天当作甜点 当作这一个下午茶都很棒 对 那加这个枸杞跟红枣 泡枸杞的水可以一起进去 远汤化原石 然后红枣刚好又可以补气 所以我们想要脸色红润 也就是刚好枸杞和红枣 那这个等于自己家里头 可以很简单煮一锅 对不对 可是雨泥废的心思挖了一个木挂中 对 其实在家里放在碗里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让小孩子也吃也开心 那你就挖一个木挂中 这个木挂的果肉拿出来把它切成丁 对 然后一块一块 可是这个木挂中就可以来盛这个甜汤了吗 对 看起来很好看 然后我们就放着它 让它煮20分钟让它煮开 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这一锅事先煮好了 好 那我们就用我们事先煮好的 来 我们来直接开这一锅 这个是雨泥事先炖的 对 就是我事先炖好 大概炖个二 三十分钟 对 大概炖个三十 如果你想要白木耳烂一点的话 大概三十分钟 你看炖完之后它的那个汤啊 就会是黏黏的 对 然后红枣的那个红色也会在汤里 然后我们最后再放冰糖 就是等它煮开煮好之后 我们再放冰糖 那我刚才放了一点点了 那我们再放一点示范一下 然后到最后煮好之后 再把木瓜放进去 因为木瓜本来就是非常滑软 很甜的水果 所以不用煮太久 煮开了放进去 如果你的木瓜真的切开 比较深又比较不甜 那你可能稍微多煮个一两分钟 如果是很生的木瓜 或者刚刚瑞宗大哥 另外那种类似青木瓜口感的 那可能要煮一点甜分入味 那如果是熟的木瓜 可能稍微放下去就好了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 像这样的煮法作为甜汤啊 事实上算是相当地适合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讲 它除了维他命A之外 它也富含了β胡萝卜素 那最近几年的研究就发现说 β胡萝卜素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之外 它可以调整你的免疫 就让你的免疫变得比较好 那包括我们木瓜之外 像一般大家想得到的 这种类似颜色 像柳橙啊 胡萝卜啊 里面都有蛮丰富的β胡萝卜素 那β胡萝卜素 除了在免疫方面的功能之外 另外一个我们叫做什么 维他命A的先值 意思就是说 就算本来木瓜维他命A就很丰富了 就算没有这些β胡萝卜素 但你的身体也可以转化成维他命A 所以对你的眼睛是好的 但重点来讲 我说为什么当做甜点很适合呢 一 现在用煮了 可是β胡萝卜素 没有像β胡萝卜素 那么怕热 第二个是说 β胡萝卜素 都是有溶性的 所以你在吃饭后 来吃这个甜汤 刚好可以帮助它吸收 对 那这个时候β胡萝卜素 不只抗氧化 因为我们发现 它对于一些 心血管疾病的预防 甚至他们认为说 有些人在化疗的时候 他会发现 或者放疗的时候 会发现有一些好的细胞 本来可能好好的 可是那段时间 有可能一些突变 这时候发现 这个时候β胡萝卜素 可以抑制它不愿 就是保护好细胞 所以你刚才说化疗可不可以吃 当然可以吃 因为它同时让你增加免疫 又帮助你保护你正常的细胞 那平常没有化疗也可以吃 当然 吃了就变美丽啊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我们芸妮的木瓜 银耳根很好吃 好吃 那个味道是香 对 而且黏黏的 然后木瓜在里面也融到 那个甜汤里面去 而且我觉得 像他煮的这个时间刚刚好 因为虽然有些人喜欢吃 那个已经暖到很暖的 可是这个有点 有点口感 可是它的脆又不是硬 是咬下去就会断的这种脆 然后它的那个胶脂 刚刚出来的时候 这时候就非常的好吃 所以整体来讲 就是很适合夏天 我觉得它冰了 应该就会更好吃 就会觉得很爽脆 很爽口的甜汤 我觉得它吃热的冷的都会好吃 对 那其实这样子煮过以后 有一个特点 因为木瓜有一个那个味道 很多人不喜欢 对不对 那你煮过了以后 那个味道就不见了 那问一下洪医师 这个刚刚讲 木瓜没想到 我们老觉得它甜度很高 可是它是相对GI值比较低 也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比较能够吃的水果 我先来强调一个叫做 那个升糖指数 很多糖尿病的病人 我们知道糖尿病要少量多餐 你知道一天除了三餐之外 还要吃个三个小餐点 像刚刚羽泥这一道 就蛮适合那个糖尿病 只要只是那个冰糖 如果糖尿病要吃的 再稍微再少一点 那我一直在讲说 其实升糖指数是什么 是说我们吃了一个食物 它的经过消化分解吸收之后 葡萄糖到我们的血液里面 它升高的那速度 如果很快 那叫高升糖指数 如果很慢 那叫低升糖指数 高升糖指数 血糖突然飙高 你的胰岛素分泌就飙高 飙高完之后 它会延迟很久 你又肚子很容易饿 又会开始吃 那忽高忽低 就会造成我们的糖分代谢的混乱 所以你不管是 我们讲是不是有糖尿病的 其实我们都不应该吃太多 那些高升糖指数 这会造成我们一些 糖分代谢的一些混乱 那我来 大家一定问了 那我水果到底哪一些是 高升糖指数 哪一些是低升糖指数 大家切记 如果说你有糖尿病 或说你想减重的 要吃低升糖指数的水果 像我们的木瓜就是 圣女番茄 然后我们讲的富士苹果 然后我们的水梨 然后我们的土巴拉 这些都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 一个低升糖指数 那哪一些是不行的 我们刚刚讲西瓜 香蕉 芒果 葡萄 龙岩 这一类的吃下去 可能那个血糖 就会生得很快 那我问一下宏医师 所以糖尿病的患者 或者比方说家族性 有遗传 你是相对高风险的 你可能一模一样的选择当中 你吃木瓜 你吃它完整的水果跟膳食纤维 就比你喝木瓜汁 木瓜牛奶好 就是说这一类的人 尽量不要老是在那边喝果汁 即便是蔬果汁 它相对对你的这个生糖的反应 跟你的这个饮食的控管 都有影响 但我们常常 比如病人常常打胰岛素 突然滴血糖 我们都叫他喝个果汁 喝个果汁 它很快就血糖就上升了 所以果汁 事实上是一个生糖指数很高 尤其我刚讲芒果汁 西瓜汁 这一类如果你有糖尿病的 千万不要吃这种东西 好那接下来 秋香姐姐要分享 台湾的木瓜品质这么棒 而且上产的时候 常常一大颗 50块都买得到 所以除了当水果吃 做甜品 做料理也非常好 是当我不小心买到木瓜 一切开的时候 它的尾巴的地方 就是比较圆的地方 它很好吃 可是比较靠近头的地方 就比较硬 对不对 那不好吃的时候 你就把它像这样子 就拿来煮鱼汤 那比较好吃的 你可以就是直接打果汁 或者直接吃 或者是我拿来炒鸡丁 好 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个木瓜鱼汤 是 那这个木瓜鱼汤 其实刚刚淑琴有讲 以前的人都认为说 它会丰胸 那后来就是做叶子的一些朋友 就觉得是 它会促进奶汁的分泌 真的 其实真的讲起来就是 它会让你的脾胃吸收功能 比较好 而且帮助消化 让你的快速去吸收那些营养 这样子 好 那就放一点点的油 然后把这个鱼鱼 先煎一下 对 既然是要补的 我们就是给它鱼鱼 好 那鱼鱼就把它切块 那我先把鱼皮 我给它一点点的油 大概5cc的油就好了 我们先煎鱼 鱼煎香了才煮鱼汤 这个是鱼汤相对又好吃 然后又不腥的配布 是 那其实你这样子稍微地给它煎一下 那它的一个 鱼的一些特殊的鱼鲜味 就会降低 不会有鱼� 但是鲜味会提升 那把这个大蒜加进去 就是稍微地煎一下这样 然后这是红枣 红枣 红枣把它切开 是 把它加进来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给它 呛一点米酒 对 一点点的米酒 好 这个也是去腥的其中一个方法 是 好 那你就不用去翻它了 那就把这个木瓜加进来 好 所以这一种鱼汤就是比较硬 比较甜度没那么高的木瓜就可以加 是 那如果青木瓜这个季节的季节 的时候放青木瓜也OK吗 可以可以 那其实这一个就是刚刚我们的那个 瑞宗大哥的 它外皮是很利的 可是里面它是五分熟的 那如果不管说你怎么样 这一种的话会比青木瓜有一点点的甜味 所以煮起来反而会更好吃 因为它汤头可能会有点鲜甜 也比较有香气 香气 好 那秋康姐姐炖这个鱼汤的同时 还要再分享一下 做一个木瓜炒鸡丁 是 让它的脂肪含量不会那么高 但是营养成分是加分的 好 就给它一点点的米酒 我们这一个鸡丁 直接先放一点点的米酒 腌制它 它是胸 鸡胸肉 一点米酒 然后我给它一点点的酱油 一点点的酱油 我觉得木瓜 凤梨 都是单独吃很棒 然后加在别的料理 也很棒的水果 然后在台湾这个季节 它就是CP值很高 有的时候因为你买一大颗 没有吃完 你如果不会变化 压力也挺大 真的 真的 现在很多小家庭或者单身 你吃一大颗凤梨 或者一大颗木瓜 虽然你都知道它营养好吃 可是压力很大 所以会变化才好 对 而且有时候你像很害 如果你一次买三颗 都想等它熟 用它熟之后 它就一起熟了 那是不是有一颗 可能是还没有熟到什么 就先做料理 有一些等熟掉再吃它 这样就没有压力 现在每一餐 大家几乎都在吃肉 所以有些聪明的妈妈 事实上可以把我们刚刚讲的压力 直接就给它 我们的木瓜或我们的凤梨 就直接给它变成菜 跟肉一起在一起 我们想说 其实两个酵素 一个是木瓜酵素跟凤梨酵素 它在分解 蛋白质是非常有效 我们常做那个叫韧肉精 可是我们又怕韧肉精 它里面不要参 不是单纯只有木瓜酵素 又参了一些奇奇怪怪的 那干脆我们就用天然的木瓜 给加进去 那加进去 我们后来还发现 它热量低 它又会分解一些脂肪 它分解了我们讲我们的脂肪 有一些高密度胆固醇 那是好的 它不会 它对于好的胆固醇是上升的 那对一些低密度胆固醇 那叫坏的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 还有总胆固醇 它是会下降的 我们常常抽血 有时候发现 有些人总胆固醇不高 可是坏的胆固醇好高 那他就会问医生 那我到底该吃什么 其实木瓜是一个还不错的东西 可以调整我们的胆固醇 好 那我们秋香姐姐腌了这个鸡丁 最后再抓一点点太白粉腌它 是 就是酒 酱油 然后胡椒粉 跟一点点的蛋液跟太白粉 好 那我现在呢 这个锅子加热了 我给它一些的这个油 然后呢 把这个爆香 好 我们爆香我们的这个 蒜头 还有葱 是 刚刚这个洪医师就讲 木瓜跟凤梨都有酵素 这个酵素都帮助蛋白质分解 所以你会发现木瓜跟凤梨 如果放到料理里头 那个蛋白质不管是什么鱼肉 或者鸡肉 有的时候还比较软嫩 对 那鸡胸肉容易柴嘛 所以鸡胸肉跟木瓜 或者凤梨就会很搭 是 那鸡胸肉 因为我今天把那个鸡皮都去掉了 所以我这边的油 就是大概用到一大吃 如果说你连鸡皮一起下来的话 你的油就大概就是10cc就够了 因为这个是一整户的一个鸡胸 那我还是用的是烘鸡 所以比较不会那么多的油脂 你看到我下锅的时候 你就不要一直去拌它 因为你一直拌它的话 它反而是香气是出不来的 这种五分熟的木瓜 它沾在汤里面非常好吃 它就比我们一般的大黄瓜 怎么更甜 就有那种香港包汤的味道 我曾经碰过有人吃木瓜 真的吃很多 那是为了减重 吃到怎么变黄的 那它们会被误解黄感 那个只要你在停掉几天之后 它自己就会代谢掉 倒是不伤身体 那有加酱油跟没有加酱油 在这个地方你就会闻得到那个差别 酱香 对 一个酱香的味道就差很多 好 中式料理就是要有酱香了 是 好 那我们就可以 所以我们大概底部有一点熟成之后 才开始拌它 是 你看它就会有一点点 恰恰这样子 对 那这样子的鸡胸肉也比较好吃 是 那在你等它恰恰的时候 我可以问你们有种木瓜的家里的一个问题吗 就之前那个有一个棒球的电影 叫卡弄对不对 然后他就有说那个他们就是要鼓励大家要在艰难中才能发出自己的力量 就是说在那个木瓜树上钉铁钉 它就会长那个木瓜长得特别那个 是真的吗 你们会钉铁钉吗 我跟你讲 树青你讲得真好 我跟你说 不光是木瓜 很多的果树 包括那个酪梨 当它如果不生的时候 你要把它拿个刀子把它砍一砍 它就生得更快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对 但是要砍对 植物的不孕症是要砍对的 它为了就是说我要赶快遗传后代 所以它一直生一直生 果树的不孕症是也要砍它 但是木瓜为什么要钉铁钉 因为木瓜你用刀子把它切的话 木瓜里面中间是空心的 也倒去 所以用钉子就是刺激它 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所以果农真的这样子做 因为那时候我们很会生 我们的野生种 几张起来一张 没关系都会三四五十条 而且它很高 我们要拔都要用那个底钩把它凸下来 那我先澄清一下 事实上钉铁钉 它不是完全正确的方法 它是误打误状 真正果农在做 他们是拿镜刀去割 就是這樣子 要割兩三刀 割齒的還是割橫的 割哪裡 割橫的就斷了 割橫的就死掉了 割樹枝嗎 對 就是主幹的 就是大概離土 大概六十公分左右的地方 要很輕不能畫過去 但是畫到中間 中空的地方 畫一兩刀 甚至三隻刀 所以人家說 那個丁鐵丁那個農民 在小一顆是拿鐮刀畫兩下 所以很多果樹 在擺漲的時候特別挺 像文太寺是一樣 擺漲 擺漲就是它 快要死掉了 快要死掉那時候 回框反照 對 它會全部的利器 它的生命力都在下一代 都在種子上面 所以那個老漲文蛋 那個最甜美是越老越甜 就是這個原因 有此一說 你這樣我一吃起來覺得 好像在吃它最後的生命 是 所以要感恩喜福 真的是很好 所以當你看到那顆果樹 傷痕癒癒癒的時候 你又覺得說 好可憐 它犧牲自己 成全它的果樹 成全它的下一代 是 好 姐姐你把木瓜切丁 一併炒 是 那我們來給它一點配色 就是甜椒 然後我會加一點點的結果 因為這些東西 就是維他命C也很多 但是就是整個和在一起 它的一個顏色 現在不是很流行那個直化樹嗎 對 好 那我們就是很簡單的調味料 加一點點的鹽巴 好好吃喔 看起來就非常的漂亮可口 又營養又好吃 好 那鹽巴下去 我們就是把它和一下就好了 那這個通常要炒熟到什麼程度 其實你只要雞肉熟了就好 那因為我們用雞丁很快 如果你用雞腿肉就比較慢 那所以這個地方你是因為這樣炒 而且我是切丁 所以你挑的木瓜就不要太生的 就不能像說我用來煮那個 魚湯的那樣木瓜就煮起來就不好吃 所以你這一鍋就會有不一樣的口感 像櫛瓜會比較脆 那木瓜就比較軟 然後雞丁又有它肉的鮮甜 是 是 好 我們這一鍋好了 那我們魚湯也好香也好了 我只要把它調鹽巴就好了 這個因為魚湯也很快 那最後再給它幾滴的這個 米酒 然後一些米酒下來就好了 然後呢 這個地方我們就給它一些 好 薑 然後跟蔥 薑跟蔥 好 就這樣子 哇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哇 我們這鍋姐姐的木瓜雞丁 跟木瓜魚湯都各有好吃 然後這個雞塊竟然這麼軟嫩 對 而且很入味 對 而且我覺得這一道那個魚湯 木瓜魚湯也是非常大家可以學的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冬天會有很好的蘿蔔 或者那種截頭菜 都是很好入湯 可是到夏天好像都只剩黃瓜 大黃瓜 黃瓜 大黃瓜 可是我突然發現 這種五分熟的木瓜 它加在湯裡面非常好吃 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我們可能台灣人比較不習慣 用這種有一點點甜味的東西 去煲湯 可是它加在魚湯裡面 就有那種香港煲湯的味道 因為咬下去的時候 它除了有瓜的那種瓜類 特有的清脆感之外 就是咬到中間它就是甜的 因為它就比我們一般的 而且它那種甜的滋味是濃縮的滋味 而不是像大黃瓜 有時候你冷氣 它就是比較沒有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很好 大家可以試試看 這種鱸魚湯加上一點那種 五分熟的木瓜 絕配 很配 然後這個湯又一樣 湯清味美 對 那所以台灣人又 因為這個鱸魚也平價 所以這個也是搭這個季節 可以跟著學跟著做的 木瓜魚湯 好 那除了千尚姐姐分享的之外 對 亮萌也會分享 實際上西式料理裡頭 木瓜基本上也可以放進來 對 其實就像那個專家講的 它是一個很好倒定的食物 那所以它幾乎做在每個料理都可以 好 那這個亮萌今天要分享的是 一個海鮮木瓜船 這個在家裡頭也可以彥客這樣子 半條木瓜 然後直接把它去脂 那它就可以當作一個容器了 對 那我們最主要 我們海鮮的部分 前面的處理也很簡單 就沖姜蒜 對 然後稍微一點久 然後讓它抓一下就好了 那不需要太久的時間 然後鍋子我們就 放一點點的橄欖油 好 我們要先煎海鮮 然後讓它熱鍋 我們就把海鮮放進來 對 有什麼海鮮 對 然後像鮭魚 然後有干貝 然後有蝦子 我覺得木瓜跟鳳梨 跟蛋白質之類都超搭 真的 它們加起來 就是加分 對 就是它們讓那個蛋白質類 更好吃 然後也更消化 那它們本身的營養價值 也會留著 所以它放料理裡頭 你會發現 完全沒有違和感 對 它就是生吃 有生吃的美味 對 那做在料理裡面 有另外一番的風味 就是完全吃到 不一樣的感覺 好 亮萌現在放的是 鮭魚切塊 那稍微乾煎它一下 那同時醃漬的有干貝 還有這個蝦子 對 放進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照順序 例如說你有魚肉的話 我們可以魚肉的時候先下 然後厚度的時候 不要太薄 我們知道魚肉 只要一薄的話 它就容易撒碎 對 好 那亮萌還要分享 木瓜也很容易 直接拿一個冰淇淋的挖掃 就可以挖成一球一球 就很容易做成家裡頭 感覺很厲害 可是實際上 自己都可以做得出來的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超容易的 其實像我們有很多的那種 什麼小挖球器 其實你就很容易的 就可以把它做到這樣 這樣子的動作 這樣看起來一碗的時候 就覺得很棒 對啊 我剛剛想說 你怎麼拿一碗乒乓球 閃心怜目 是很像 那其實你就消一半了之後 像我們剛剛